今天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和講了 就在今天台灣的本土疫情 新增355個確診 也就是加這個校正回歸 韓國人已經懶得 再去把它分開去講 反正就是355個本土案例 那今天再增11例死亡 所以死亡還是怎麼樣 非常的高 每天都是二位數的這個死亡 因為我們確診來說 不算是跟國際比起來 當然不算是非常的高 那非常多絕情今天很開心 說如果把校正回歸扣掉 本土只有266個 我覺得有在下降 那依韓國人的推判 大概接下來的數字 因為我們在前陣子 也就是大概快兩星期前 那當時非常多人已經都不外出 或者是去一些會聚集人潮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可能 病例多半於都是什麼 多半於都是這一陣子大家努力 因為差不多14天嘛 我們隔離也14天 發病有時候 這些專家也覺得 大概就是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可能這陣子大家 台灣人民就像韓國人一直講 真的自我管控非常的好 真的你去台灣的那些熱鬧的街道 你都以為是封城了 雖然我們還沒到封城那麼嚴重 所以我拜託蔡政府 接下來我真的 我已經可以預見了啦 一定會去消費台灣人民的努力 台灣人民過去的努力 也不是一直被蔡政府消費嗎 請問蔡政府 到底對台灣的社會貢獻什麼 國民黨 讓台灣有這個什麼 新竹科學園區 或者是之前 國民黨直接用黨產 去幫忙剛創立的台積電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高速公路 還有這個健保 不用再說了 但是民進黨到底對台灣有什麼樣的貢獻 我覺得真的很希望 校正回歸到沒有民進黨之前的台灣 所以進入到今天主題 真的韓國人今天其實 雖然講話非常平穩 但是其實心中是充滿著怒火 為什麼 因為到了今天 我們的這個政治 尤其我們的政府 還在怎麼樣 對於疫苗還在那搞口水戰 還在那打高空 然後讓人民完全不懂 他做這一連串的行為是幹嘛 然後又加上韓國人今天最大的主題 就是要說什麼 說現在民進黨對台灣人的認知作戰 也就是中國大陸 阻擋我們的疫苗 所以就在今天 韓國人看到綠媒 我昨天已經覺得 這些綠網軍的這些側意圖 我已經覺得夠扯了 說什麼 說這個日本 哇這個這次要給台灣疫苗 哇怎麼樣 也是有做一些阻攔 那他們當時說什麼 那些綠網軍都一直在影射 或者是在說這個中國大陸 這次啊也是對於日本 要給我們這個AZ 給 應該也不算給 可能是出貨 可能是把這些他們 因為他們打BNT了嘛 我覺得最畸形就是這樣嘛 他們打輝瑞BNT了 結果要給我們他們不太敢用的AZ 韓國人這幾天都已經舉新聞 非常清楚他們現在就是有 對於AZ有一些疑慮 所以他要想辦法 因為他覺得莫德納跟這個BNT都是夠了 所以他想辦法給所謂的別的國家 包含今天他們說想要這個給台灣 那但是是不是給或者是出貨 或者是我們要自己付錢 都是打上大大的問號 所以昨天啊 綠網軍啊都在操作就是大陸啊 也要阻攔這一波 日本對我們的這個AZ的算是幫忙 我真的一頭問號耶 韓國人昨天已經講 中國大陸施打疫苗已經到6億 而且中國大陸已經不缺疫苗了 他手上又有BNT 就是上海復興的大概1億劑 所以昨天是這些自媒體在操作 就是大陸要擋日本想要援助台灣這個AZ 那今天啊哇已經升華到什麼 直接升華到媒體啊 媒體這個綠媒直接就寫什麼 哇講幹話 大陸的這個外交部發言人啊 趙立堅啊 刺啊日本送台灣疫苗啊 說不會得逞啊各位朋友 我當下我都傻眼了 我想說嗯 請問這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有講過如果今天日本要送台灣疫苗 然後說不會得逞 這麼誇張的話嗎 因為連我看到我都覺得很誇張 那我就仔細看一下內文 採購疫苗 日本政府也有提供台灣AZ疫苗 對於日本的善意啊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啊 趙立堅啊怒皮啊 借疫苗磨毒啊不會得逞 這麼誇張啊各位 你這樣聽到哇 我相信很多這個大陸朋友也覺得 這個會不會太誇張了 我怎麼會這樣發言呢 結果我再繼續看啊 他說啊 不過日本之前跟AZ簽約啊 有規定啊 不可能轉讓給其他國家 因此日本政府目前與AZ談判 希望能夠怎麼樣 透過修改合約 緊急協助目前短缺疫苗的台灣 所以他現在都在講日本的狀況 然後啊他就寫不過啊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啊 28日對日本捐贈的行為感到不滿 首先啊他指出啊 蔡同學只是中國一位地區的領導人啊 接著他強調台灣當局啊借疫苗啊磨毒啊不會得逞 並表示中國台灣地區從大陸獲取疫苗的這個渠道都是通常 所以我就聽到看到這則新聞 所以到底裡面 這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什麼時候講過日本要對我們這個援助 然後發言人說不會得逞 哇直接講的這麼重 結果我就去查了一下大陸的新聞啊 大陸新聞寫非常清楚啊 這個中國台灣網5月27號訊啊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6號主持例行記者會 針對外媒記者問啊 台灣的這個蔡同學今天稱啊 由於大陸阻擾啊 台未能與德國生物新技術也就是BNT啊 公司簽署這個疫苗合同啊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啊 那趙立堅當時表示啊 首先我要糾正你的錯誤的提法 我們不承認所謂的這個 就是講台灣領導人的這個說法嘛 然後說蔡同學只是一位這個地區領導人 你提到的具體情況我不掌握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 台灣大陸獲得疫苗的渠道是通常的 台灣當局搞以疫謀毒註定死路一條 所以今天如果以疫謀毒就是 也就是趙立堅前幾天回應外媒的 如果是這樣的論述 那跟今天我們綠媒說的這個講幹話 趙立堅吃日本送台灣疫苗說不會得逞 各位這是什麼新聞 我希望這個媒體心頭殼嘛 自己出來澄清一下 到底你們這是不是假新聞 你這已經偏差到太遠了吧 你們這是怎麼樣 上面有指示你們什麼嗎 因為我完全找不到趙立堅吃日本送台灣疫苗說不會得逞 他本身這個綠媒裡面新聞就是寫的跟我剛剛念的大陸的新聞 原文基本上都是一樣啊 他強調台灣當局借疫苗謀毒不會得逞 所以等於台灣的這個綠媒是完全造假了 還是各位大陸的朋友或者是絕親們 你們有清楚聽到趙立堅吃日本送台灣疫苗說不會得逞 有清楚的影片或者是新聞 我歡迎大家附在下面 因為韓國人完全找不到耶 沒有聽到他講過這些話耶 所以今天又是一個假新聞囉 該不會 所以要不要講清楚說明白 所以各位絕親們 如果真的趙立堅有講過這樣的話 歡迎大家幫我貼下去 幫我腦補一下 幫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是不是假新聞呢各位朋友 現在台灣已經正式就像韓國人講的 這個認知作戰已經拼命在行程 然後拼命在讓台灣人覺得 喔中國大陸就是怎麼樣 阻攔我們的疫苗 韓國人從前面就已經跟大家聊過了 今天BNT的談判已經非常清楚 因為大陸從上一年上海復興就已經 三月份就取得跟這個BNT的合作了 然後尤其對於這個不管港澳台 這三方對於這裡的這個 這個獨家 都是他們當時都已經怎麼樣 透過談判又取得了 所以基本上台灣要拿到疫苗 你一定得跟上海復興談 這是無庸置疑的嘛 你怎麼會想要跳過代理商 那你跳過代理商 今天德國去做的話 就等於怎麼樣 可能要再透過另外一個渠道 非常複雜的渠道 如果以台灣的身份 兩岸這麼複雜的身份 你要跳過這個渠道的話會怎麼樣 會讓德國人沒有誠信嘛 就是這麼簡單嘛 所以德國當時有記者去問 就直接回覆 BNT藥廠直接回覆說 我們送到上海復興的就是德國製的嘛 所以如果剛剛那則是假新聞 而且超級荒謬 就算了 今天我們看到郭台銘 或者是張亞中老師 他們都怎麼樣 他們都有瞧到一些疫苗 就像韓國人昨天說 孫文學校與台商穿說 蔣經國職外孫 捐台灣500萬BNT疫苗 然後加上郭台銘也要怎麼樣 直接透過企業的方式 去喬到這個BNT的疫苗 也是500萬劑 但是最誇張的來了 台灣不斷的百般的阻撓 正常的商業活動 就讓蔡同學直接指控中國大陸 從中阻撓就算了 就今天本來大家都在期待看看 我們台灣的領導人 或者是陳時台他們會怎麼回應 這個疫苗的事情 結果我今天就看到新聞 就寫非常清楚 這也是綠媒的報導 說郭台銘 張亞中可捐疫苗問號 然後蔡同學他們就定調什麼 需要符合兩大原則 你看完全不意外 我就知道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希望你要提出很多怎麼樣 有問題嗎 因為你今天你政府你都拿不到的東西 結果被民間拿到 那不是很丟臉嗎 然後它上面就寫 針對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 提出的這個購捐疫苗 還有那我們這個蔡同學的發言人 稍早表示 整體疫苗政策涉及到疫苗的安全 法律責任與接種部署三大層面 必須依照這個中央政府 與原廠簽約的什麼採購 還有中央政府的統籌分配執行 兩大基本原則進行 根本不想了解裡面的背後的意思 我就翻爆白眼了 還是要設一個框架說 你們還是要符合中央與原廠簽約採購 還要怎麼樣 還要中央政府統籌分配執行 要兩個基本原則才能繼續往下 還有很多條件 因為剛剛的新聞 熱呼呼的就說 中央開八項要求 郭台銘說 爭取BNT疫苗交換 72小時拼文件 也就是什麼 他等於在72小時 要達到中央給他的八項要求 各位朋友 我們這片土地的執政黨 你們還有人性嗎 台灣人這麼需要疫苗 結果你在那拼開一堆要求 你們今天只要拿到疫苗 甚至你們直接好幾萬劑 就讓你們去審 都沒關係啊 為什麼要開這些要求 各位 我完全一點問號耶 今天台灣是已經疫苗多到翻 然後款式非常多 那我們再額外再進來 好啊你說 我們已經很多了 我們不需要再額外再進那麼多了 那但是你要進來也沒關係 反正疫苗不嫌多 所以你要提出這些文件 請問台灣現在是這樣狀況嗎 完全不是耶各位朋友 台灣現在是只有AZ 然後還有莫德納 就幾十萬機 狀況就是這樣 結果世界都在打 日本也在打的BNT 你們就是百般的阻擾 我完全一頭問號耶各位朋友 你這樣讓台灣人民 就覺得就是阻擾啊 然後還有決心很天真的說 如果到時BNT出問題了 可能這個責任又怪給中央 不是啊 你今天連進來都要設一堆防火牆 一堆線 請問一下台灣現在有多少時間 而且我直接講一個怎麼樣 完全雙標 完全打臉這些決心他們的說法 或者是民進黨 好像要設一個高標準 你才能進來這些疫苗 我直接用這個舉例就可以打臉了 這個台灣產的疫苗來了 這個疾管署啊 簽約採購高端五百萬劑的新冠疫苗 那各位 韓國人不是昨天才講 我們台灣產的疫苗 才弄這個所謂的二期嗎 我們才在二期試驗 然後我們的疾管署就跟高端 千五百萬劑各位朋友 世界你基本上 你現在講這些大廠的疫苗 到了此時此刻 你不要說這些歐美的 你說中國大陸的光國要 WHO也認可了 你不要 BNT 拜登打的你不要 然後現在我們連二期 都還沒有確切的怎麼樣 整個完整 你就要了 各位聽得出來盲點在哪了吧 所以韓國人不是已經講了 蔡同學一提到這一些台灣產的疫苗 哇股價就飆升 這個高端的股價就飆升 然後前副領導人 陳建仁還去當這個二期的算是實驗 完全不避諱過去自己特殊的身份 讓人民不僅只能想到這些都是利益啊 難道不是嗎 今天就是擺明就是利益啊 然後今天新聞更扯來了 台灣不需要三期試驗嘛 陳時臺說啊 國際廠牌做完二期就緊急授權 所以各位有三期的那些疫苗 明明可以進來 結果你不要 你要二期的然後台灣產的 然後就是股票瘋狂漲的 然後你就跟它簽了 然後現在一堆好的疫苗 不管郭台銘或者是張亞中他們 要去爭取就是你怎麼樣 你們要設一堆標準 要達到幾項我們的要求才能進來 完全沒人性 而且最後給大家看 之前指揮中心才說什麼 蛤 這個新聞標籍就寫啊 陳時臺認證中國疫苗 指揮中心說啊 僅承認台灣人在海外接種疫苗的事實啊 當時啊 指揮中心的羅伊軍回應表示啊 中國疫苗啊 不只有科興還有其他家的疫苗 但的確因為中國疫苗 僅透過新聞稿公布第三集臨床試驗報告 至今啊尚未勘載在任何醫學期刊上啊 也未取得國際權威許可啊 除了受到法規限制 也沒有足夠證明保護的效果啊 哇你知道嗎 之前指揮中心是怎麼講中國大陸的疫苗 沒有國際認證 那現在有WHO認證 那為什麼我們還不用 然後你當時還在那刁他說啊 他公布第三期臨床 只有透過新聞稿啊 那我們現在我們陳時臺 你們指揮中心就說什麼 啊 台灣慘得不需要三期事業啊 因為國際廠牌做完二期就緊急授捲了 前後不一就是怎麼樣 你們騙人完全不意外啊 我相信聽完朋友都已經完全 哇靠 這什麼鬼啊 之前刁大陸的三期 結果我們現在連三期可能都沒有做完 我們就要上市 我們就已經簽好約了 所以最後韓國人只能告訴各位啊 台灣人的性命啊 掌握在這些人利益的手上 我一直跟大家說啊 能不能進來疫苗都是假議題 真正的議題就是什麼 他們背後想要算計 到底能賺多少這一批疫苗 已經非常明顯啦 光陳時臺說 國際廠牌做完兩期就緊急授權 光講出這種話 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很不可思議了 因為之前怎麼樣去叼大陸的疫苗 所以根本不是疫苗問題 是怎麼樣 也不是大陸的問題 大陸只是他們借機炒作 讓他們的責任可以推給大陸 就跟今天這些綠媒說 你看我趙立堅講 這個日本 只要給我們疫苗的話 我們要強力的阻攔之類的 用謊言 用中國大陸 用這個認知作戰 包覆在他們最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什麼 為了利益 這些人整天口口聲聲說人權 但是背後卻是拿著你們性命 開玩笑 這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民進黨 結束